张国立为红老婆开心买1000平别墅 儿子蹲大育后资产上翻几百倍 据说张国立和妻子邓杰二人现在住在 北京四环内的一处顶级豪宅紫玉山庄 整个山庄光是占地面积就多达60万平方米 里面不但有8万平的生态湖 还有3万平的中央公园 光是物业费就高达每月15000 而张国立最开始是没有打算购买这套别墅的 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他现在的妻子 也就是之前的情人邓杰 当年张国立不但有自己的家庭 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只可惜邓杰的出现让他立刻选择 和自己的原配妻子的离婚 当时邓杰唯一的要求就是 让张国立给自己买一套房子居住 他一眼就看中了紫玉山庄这套1000平的三层别墅 当年这套房子有500万的价格也算得上是天价了 张国立拿出了自己所有的身家还向好友借钱 说什么也要哄邓杰开心 这本来只是一个追求美人的招数 可谁也没想到几年后奥运会在这里举办 导致奥森公园周围的房价翻了几番 现在山庄妹别墅的价格已经在15万一平左右 而且买的人必须要符合相关的条件 不是名流就是贵族 光是张国立的这套别墅 现在价值已经有了1.5个亿 虽然儿子不怎么争气 不过邓杰的出现终究给张国立带来了好运 现在他带着全家人一起住在这个山庄中 即使是当时儿子事情闹得最大的时候 外面的记者也根本无法进入这个保护的像是铁桶一样的别墅 由此可知邓杰究竟有多没有眼光 很多网友都认为张国立也还算得上是一个真男人 虽然他对自己的原配妻子不忠 不过在和邓杰结婚以后也没有亏待对方 邓杰甚至心丹情愿的不生孩子 所有的一切都为前妻的儿子让路 还带着对方的儿子住在这么好的别墅里 也算得上是不错了 也有网友认为娶媳妇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邓杰的到来给张国立带来这么多的财富 也难怪他非要和自己的前任离婚了 大家认为张国立凭什么能拥有这么多的资产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